勵志尋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ㄧㄤ 嗨 大家好 我是美根 阿羅哈 我是Amber 你剛好又一臉驚恐的樣子 因為一秒鐘開始啊 不然咧 上一秒調完音 下一秒就開始了 非常的Efficient 非常的Efficient 你講到調音 你知道那個 我上個禮拜去台東玩的時候 去了一家餐廳 嗯哼 然後他們就是現場有音樂表演 對 歌手跟樂師來的時候 他們就一樣跟我們一樣要調音嘛 對 通常調音的人不是都會說 Test one two One two 他就講了一個我聽不懂的英文 嗯 然後坐在我對面的同事就 白眼翻了一圈說 他英文很爛 嗯 然後我就說 欸我聽不懂他講什麼英文字 對 他就講 Song track Song track 什麼是Song track Song track Song track Test one two One two Song track 後來我終於聽懂 他講Song track 但是我覺得因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就是 那個quee call嘛 所以我覺得也無所謂 但我同事就一直說 他英文很爛 然後結果他第一首 就是唱英文歌 然後我同事就把耳朵拉長 聽他唱的對不對 對 很嚴格欸同事 很嚴格 然後歌手要跟我們互動 要叫大家點歌 OK 然後我就一直很GY的 因為我同事說他英文發音很爛 我就說我要聽 Shape of you 然後我同事就說 你很賤欸 怎麼可能Shape of you啊 因為Shape of you很快的歌嘛 對 然後結果我就說 好啦好啦 不然那我聽聽看 他再唱兩三首 我看看他的那個歌曲的歌單 大概是在哪一種範圍 嗯 我再來點 對 然後第二首 也是唱一首非常老的歌 嗯 就那種迪士尼之類的 那種英文老歌 嗯 我就覺得他應該真的不會唱 Shape of you 因為太新了嘛 對 結果後來就有個 那個餐廳的服務生拿了一張小紙卡 對 給那個歌手 然後就有人要點歌 然後我就很期待啊 然後想說 到底大家會點什麼歌呢 因為到現在都聽不出這個歌手的歌路啊 對 結果那個紙卡上面就寫著 Shape of you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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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跟我同事做第一桌 然後我們整個爆笑 因為我們覺得超尷尬 因為我們就覺得他怎麼可能會唱 Shape of you啊 對 而且你知道那個樂師是那種 大概六十歲的伯伯 嗯哼 就那卡士的那種 嗯 怎麼可能有Shape of you 他說我們沒有Asheron的歌 我們沒有Asheron的Shape of you 嗯 但是我們有perfect 就是婚禮常聽到的那一首 嗯 所以他就唱perfect 就是度過了這個難關 對 然後後來第二個點的 又是偷偷到他耳朵旁邊講 對 然後他又說 我們沒有這一首歌 嗯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到底有什麼歌咧 我們就很想點 但是又礙於我們不知道 他到底歌有哪一些 嗯 後來我就人非常好 我就過去跟他說 好 那你唱一首阿妹的歌 嗯 然後他就說 蛤 然後就想很久哦 好不容易唱得出一首《聽海》 那他幾歲 他 35左右 嗯 哇 《聽海》也算是20多年前的歌 超老的歌 超老的歌 東部嘛 欸 怎麼這樣 東部的那個Cara 應該也是跟北部的那個 有一個年代的 你說有時間差是不是 時間差 對啊 因為要這樣慢慢喘過去吧 哦 是用牛車喘嗎 我知道 哈哈哈哈 怎麼樣學妹 我們現在要錄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地獄那集的欸 讓我這樣子坐享輕服 對 輕服 坐享其成 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 欸 換我來 主場 然後你就是在旁邊插花 好 沒有問題 對 我今天就是兩手空空的來 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錄的企劃是 星星龍虎榜 哎呦 你上週去台東玩嘛 對 我也不甘失落 是 我去小琉球玩 然後我們去小琉球呢 主要是去自潛啦 自由潛水 然後 因為呢 其實我會參加自由潛水 這個活動是被 朋友抓去的 對 但我那個朋友就是 很懶惰的朋友 然後我就想說 他會去參加的活動 應該是有趣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去上自潛課了 但是 我是一個從小到大 就是不會游泳的人 欸 你不會游泳 對 我不會游泳 我是連踢水 都不知道怎麼踢的 就是會鋤頭腳的踢水的 那種人 動動動動動 但是呢 很神秘的是 我從小就是 幾乎每一個暑假 都會去 那種游泳班 上游泳課 每一個暑假 都會去游泳班 然後還沒有學會 還沒有學會 但你的不會是怎樣不會 是你連浮都不會浮嗎 還是怎麼樣啊 就是我沒有學習到 游泳這個技能 但你在水中 我可以前進 但就是會很累很累 就是我就是那種 在水面上 就是會 在近乎 溺斃的那種人 就是我在動 大家都好累好累 然後一換氣又更累更累 就是那種人 懂懂懂 就是在水面掙扎的那種人 OK 就是教室員會 逼逼逼逼 對 你說同學 同學 同學沒事吧 然後游泳全球要丟過來的那種 你就說 沒事沒事我在練習 然後你一開始游泳 嗶嗶嗶嗶 同學你還好嗎 對 而且 我 這是一點 然後第二點是 就是我很容易抽筋 然後我只要在 尤其如果在水裡抽筋的話 我就會抽不停 但我很喜歡玩水 OK 但我就是 但你不會怕 我不怕 我覺得之前其實我是 還蠻推薦的 我覺得大家要去唱一下 我是先不幫火上的這個業配 我也不幫 因為我們兩個都沒考過 好 但是呢 其實除了游泳課 我是小時候是 才藝大王 十八翻五一 你學過什麼 我學過超多的 我先來 先來講一下我們這個 龍虎榜的部分 十大 家長最愛 送小朋友去學的才藝課 防身術 潛能開發課 舞蹈課 租心算 科學教育 畫畫課 甜點課 音樂課 多國語言課 各種運動球類課 算是十到第一名 這十種才藝課 我就有學過七種 我只有五種 就五種 對 其實五種也蠻多 因為你說 我以為你是沒有學過才藝課的小孩 怎麼樣 我看起來就是 無才無藝是不是 你站起來很拼 有沒有啦 哈哈哈哈 基本上都是被逼的 真的假 就是我沒有 也沒有被逼 就是我沒有選擇權 就是我媽就告訴我說 欸我們明天要去上什麼課 然後我就去上了 我也沒想過 我是不是被逼的 唯一被逼的只有 租算 對 第一個我就是 完全覺得這是個 沒有用的才藝 嗯 欸 你小時候就覺得 這沒有用嗎 我小時候就覺得 這個沒有用 其實租心算分 非常多種 那我的心算是屬於 那種從租算 然後你要變成 隱形算盤 對對對 然後手指一直撥 一直撥打的那個 好我小時候學這個 我媽她因為她租算很強 她就會拿她的標準來看我 然後她就會一直在旁邊看著我算 那租算檢定都是三分鐘要寫實題 然後題目會越來越難 嗯 非常的痛苦 我也有 我也有學過租心算 我很high欸 很high 因為你這樣算 那個把上面那排 這樣啪啪啪啪 就是這樣刷過去的時候 然後在播的時候要播很快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一排舞刷起來 對 你就把舞全部撥上去 而且要買那種很好 很好這樣撥來撥去的那種 就還有有些人算盤很多 對 對 你算盤要打那個爽生粉嘛 它才會一直很好算 對 然後它又是比較深色木頭那種 很吵 我小時候非常討厭上租算課 也很討厭寫租算的作業 嗯 我印象中最可憐的就是 我印象中最可憐的就是 暑假到了的時候 我媽都會一直叫我寫租算作業 寫完我才能出去玩 有一年 我那一年是回南部去找我的堂姐妹玩 然後呢 因為我太不想寫 我被關在二樓寫租算作業 寫到一直大哭 然後我媽還拿來算盤打我 結果人家是跪算盤 我媽還拿來算盤打我 這麼打得好有效果 我就會有聲音 你知道嗎 會有聲音 我印象超深刻 而且這整個學習造成 我的數學概念其實很差 因為小時候在我的記憶中裡 例如說17-9 17-9這個 我就會覺得在我腦中都是算盤 那怎麼會算數變差 因為我其實 超快的 但我不懂它的原理 那你怎麼算17-9 就是10 然後時間-9 然後再加7 對 這個就是不是打算盤的人的算法 對啊 但是打算盤的人 他其實就是沒有這個數學概念 所以就會導致我變成 我其實很 我的挪移很慢 但你這樣會算比較快嗎 不會啊 因為我只能進 我嫩 因為你知道什麼 我只能算到二位數 例如說15736-24897 我就算不出來了 你就開始放空 我就開始放空 好好笑 因為我講到一個小故事 我一個朋友 他之前去Costco面試 對 然後面試的時候 那面試官就跟他說 如果數學1到10分的話 你幫自己打幾分 嗯 然後我朋友就說10分 然後呢 面試官就說 他就開始出了一題 那他那一題呢 就是一些加跟乘 對 因為他就是要讓他算 就例如說一個小時時薪 280好了 對 然後乘上幾個小時幾週 然後怎麼樣 再扣掉多少這樣子 然後讓他算出這個 結果 結果 你說空算沒有計算機 對沒有計算機 然後結果他一念完題目之後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放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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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然後就隨便講一個數字 隨便講一個數字 哈哈哈 我們從知道這件事之後 然後我就是從他大學 小到現在 每次都說 欸你數學10分喔 誰會考這個啊 他可能就是想說 我不知道 那你很秋是不是 對 他想說好像很秋了10分啊 那我就考你 可能本來只是說 五減三多少 哈哈 說到他自己10分 哈哈哈 不知道那除了考 那個算數之外 還有考記憶力 那數字年齁我就忘了吧 你剛剛是覺得 豬心算很廢嗎 對 然後我看到PTT上面 網友 叫Ducantimi 他就說 大家午安 我忽然想到 以前很流行學豬心算 那時候老師在黑板上 寫完算式 用眼睛看一下 手指撥弄一下 就可以算出來 感覺超秋的 後來學到他媽的四則運算 什麼鬼方程式 豬心算根本吃屎 我從大班學到小三 數學還是爛到現在 只能讀 只能讀文組 後來發現 現在的近視 會不會也是那時候 豬心算的遺讀 有沒有那時候 十段十二段的高手 現在都在幹嘛的八卦 結果下面就有一個人回說 在貴算盤 哈哈哈 就大家都把這個豬心算 抨擊到 這個一無是處 對 因為我覺得豬心算 他 豬心算他真的沒有數學概念 他只是一個工具使用而已 其實就已經不合用了啦 不合用了啦 對 還不如教學Excel 對不對 欸真的 然後有另外一個 大家提到就是 也覺得很廢的是書法 你有學過書法嗎 沒有 我小時候 就是很討厭寫字跟下象棋 我真的假的 這兩個我都學過 好 我想為什麼 因為我剛講我媽拿算盤打我 但其實我媽是一個人非常好的人 就是我媽是天使 就是我的朋友 親朋好友都知道 我媽是一個 超級ㄎㄧㄤ的天使 真的 對 除了在豬算這一塊 我不知道他種了什麼股之外 但是我爸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人 對 那為什麼我那麼討厭書法跟象棋呢 小時候不都會說 爸爸我們來下棋 然後就是跟爸爸一起玩 我們每下一步 我爸就會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想這一步 你下這一步 你背後的策略是什麼 沒有好嗎 沒有策略 我不小心碰到他了 沒有好嗎 我知道馬要走日 已經很厲害了 不要問我策略好嗎 他以為你是淨騰光 然後呢 寫字也是 那個小時候功課寫完以後 我只敢拿給我媽檢查 對 因為給我爸檢查 全部被擦掉 擦掉太惡劣了吧 擦掉 例如說 我就講一個字 例如說 天地開闊的這個闊 闊裡面是一個門在一個火嘛 嗯 那你知道小時候不是寫一些 喜歡寫一些少女體嗎 對 你就把火寫得很滿 就塞在那個門裡塞得滿滿 我爸就會跟我說 這個字的美喔 是跟他的意境有關係的 你把這個火塞得這麼滿 對 他怎麼會有這種開闊的感覺呢 他就擦掉 天啊 這好累喔 超累 所以我絕對不敢在我們家寫字 寫所有有寫字的東西都要藏起來 真的假的 真的 這壓力太大了吧 壓力超大 所以我覺得書法我也是不敢學 我小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學書法 我發覺我沒看過你寫字欸 欸我寫字都很像同一個字 就我寫字寫起來 我的字就是方方正正 然後每個字長得都很像 不然這樣我們辦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在聖誕節的時候 讓抽 就是抽聽友 聖誕節很遠欸 聖誕節好 sorry 現在是萬聖節可以寫嗎 好萬聖節的時候 萬聖節的時候 我們就是抽聽友送卡片 好不好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寫字 要不要 然後寫很醜不負責 沒有就是我們正常 我們也不會故意用左手寫 OK 我們就是我們就是寫 就不要懷疑 那就是我們右手寫出來的 對就是抽兩張 一人一張 好 然後不署名 然後 大家都不想收 沒有人來參加這個活動 沒有人收 我的書法課 我的書法課在很多的地方都學過 然後有一陣子是在美術館學的 美術館 說北美館 北美館 然後呢 就是你寫完之後 你要排隊去給老師檢查 但因為你知道寫書法的人都很殘 對 Zen Zen 他們都很Zen 然後就是要弄很久 然後就排隊排很久 然後呢 我就是靠著桌子 然後我就開始做暖身 就我就一直在那邊轉腳 你說拉筋就對了啦 就很無聊嘛 結果就動到那桌子 然後就被老師罵 然後 我就叫我 因為寫書法都要折 折那個紙 折宣紙 為什麼 折出線 照著線寫 折那個大張的 然後呢 我就折全部的人 就是那幾個課的紙 全部都我折 我就想說為什麼 我做錯了什麼 欸你是跟到那個少林 四學武功要先砍柴一樣 就有夠苦的 然後我在這邊 我剛才看到那個PTT網友有說 他覺得寫書法超廢的 但他小時候 就最愛學寫書法的課 因為隔壁的女生 每次都很香 超噁的 怎麼那麼變態啊 這麼小 這麼小就在那邊 大家冷靜一下 因為我也去找那個 星星嘛 然後看到就是感覺上 這個留言 就一次是家長流的 感覺就是被逼來的 首先講一則 是學鋼琴的 他叫黃子蓉 給的是五顆星的評論 我今年九歲 昨天是我生平第一次學鋼琴 他教我五十分鐘之後 我就可以彈簡單的曲子了 下課之後 我自己又努力的練習一個多小時 Uncle來接我的時候很驚訝 想說我好棒 媽媽一共幫我附的四堂課 最棒的是每天我都可以自己來練習 我希望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能夠練習一小時 相信一個月後我一定會進步很多 我會看這整篇 超沒有靈魂的 你說它是 你覺得是小孩子被逼 對 然後這其實是媽媽打的吧 沒有我覺得是小孩子寫的 真的假的 因為好不連貫 就很像小孩子作文啊 你說小日記這樣 對對對 但你有覺得很沒有靈魂嗎 我覺得你念的比較沒有靈魂 不然我重新念一次 好 五十分鐘後我就會彈一首曲子了呢 這樣算沒有靈魂 希望我可以未來持續進步 我覺得這也是沒有靈魂的 而且沒有靈魂是不是 對 我剛剛有放感情捏 可是我不得不講彈鋼琴啊 是我覺得我很喜歡的 小時候有學的一個才藝 真的假的 而且我到現在都還會談嘛 之前 之前就是有聽另外一個頻道 我聽的我應該知道 就是我為了封城 自己組了一台鋼琴 因為那時候封城其實 第一個被搶完的是娛樂用品 就是電動鋼琴 電視電腦都被搶光 然後我那時候就搶到了一台鋼琴 對 但是因為就是封城 也沒有人可以到新加坡來組鋼琴 我就要一個人 你不能找鄰居來喔 因為你就必須要一個人在家 自己把那個鋼琴組完 那鋼琴有二十幾公斤 嗯 然後就要把它架起來 而且我記得你那時候 一收到的時候就先崩潰 先崩潰 因為超多 我根本就拉不進來我的家裡 他就把我丟在門 就把那個鋼琴丟在門口 然後我就要把它拉進家裡 超弄的 而且我沒有電鑽 然後我就只能慢慢鑽 天啊 對 真的是 霍真夏駕駛的手工鋼琴 對 我上過一個很特別的 全腦開發嗎 但是在很小的時候上的 嗯 並不是因為我很笨 並不是因為這個 OK 是因為我小時候不會跳 蛤 什麼意思 你說跳起來嗎 對 我不會跳起來 離地 對 我不會離地 就小孩子不是都會 那樣跳跳跳跳跳嗎 我不會 好驚人喔 所以我小時候 我媽一定覺得我很好戴 因為我不會跳 我不會有蹦蹦跳跳這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 東森幼遊塔在裡面 一直蹦蹦跳跳 可是我做不到 然後我媽一開始可能覺得 欸不錯 蠻安靜蠻好戴的 後來開始覺得有點苗頭不對 怎麼會有人不會跳 嗯 他就帶我去看醫 也不算醫生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四肢開發 或是那種 就是全腦開發的地方 然後去學一些各種 例如說 七橋板啊 走平衡木啊 然後球尺啊 就是要我去練習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有去上過 我在很小的時候上過 全腦開發 而且妳居然記得欸 我記得我記得 我對小時候的印象超清楚的 然後他為了要讓我 懂跳 他還帶我去學芭蕾 然後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我那時候可能只有四歲左右 那一次是公演 公演是演 就是天鵝 丑小鴨跟天鵝的故事 然後我當然是 普通的一隻 普通的一隻鵝嘛 不是那隻 不是那隻丑小鴨 印象非常深刻 是因為謝幕的時候 就大家要走回去 然後我就跌倒在舞台上 為什麼跌倒 就是跌倒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一個運動神經 非常差 不會跳的小孩啊 然後 差到 就是表演結束之後 光走路就跌倒 對 然後我 你看四歲 就足以讓我留下這個印象 甚至我媽都不記得 真的假的 你剛剛說你小時候不會跳 我有一個朋友也很神秘 他小時候的時候 就很懶得講話 就小朋友不是剛學會講話的時候 會很吵嗎 然後他就很安靜 但他好像安靜 只是因為他就是 可能不想講話 不想講話 不想講話 老靈魂欸 就很老 對 然後呢 他媽媽呢 就是 就覺得他太安靜的 然後後來他就安靜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媽媽覺得說 怎麼會這麼安靜 就有點緊張 就不知道他是 到底是不會講 還是聽不到 然後呢 就跟我媽一樣啊 然後我媽媽 用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手段 他就去廚房 對 拿了一個鍋子 跟一個鍋鏟 然後 就到我朋友的旁邊 敲敲打打的 然後要看看有沒有反應 結果呢 結果我朋友 當然是被嚇 嚇歪啊 那有嚇 不是啊 一般來講 不是都會先測試小孩 聽不聽得到 就是醫生就已經會做這件事了嗎 但是他媽媽可能在家裡 就想說 我先來看一下 哦 就是誰會這樣子對自己小孩 沒有 比起小孩聽不到 就是嚇他一下也不為過吧 那你知道我小時候 最羨慕的一種 嗯 就是 可以上英文課的人 英文課學校就會有啦 沒有 那是國中 哦 嗯 嗯 你們國小沒有英文課 我們國小沒有英文課 哦 所以你知道 那時候我們在國小有上英文課的人 是很嚇趴的 哦 然後 而且都會有英文名字 嗯 我就覺得很羨慕 嗯 而且我看到人家家裡都會有海報 例如說 A到Z 就是 A就是Apple啊 對 然後B可能就是Buck啊 我就覺得非常羨慕 嗯 有時候我去同學家裡玩 然後他們就看到那麽海報 例如說我就看到Apple 我就念Apple 他們就說 不是Apple啦 是Apple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很丟臉 你知道嗎 這樣子小朋友 這樣也要講 沒有 他沒有要取笑你的意思 他是要就是教你 哦 OK OK 但是我就會覺得非常羨慕 然後我也很想要有英文名字 所以我表姐就幫我取了一個英文名字 對 你聽聽看 不是美根 不是美根 OK 叫Michelle Michelle 你覺得我適合Michelle還是美根 我覺得美根比較好啦 Michelle不好 可是Michelle跟我中文名字很像 欸 很像欸 很像對不對 對 可是Michelle的年齡感覺蠻大的 Michelle也不會啊 只是Michelle聽起來是那種金髮的Bitch而已啦 沒有像 沒有吧 Michelle 你想的是Michelle Obama是不是 欸對 對對對 就是比較 就反正不是你 對反正不是我 我是美根Fox OK OK 這段剪掉 剪藥 哈哈哈哈 然後看到網路上有 就是有民調啦 在台灣的話 就從幼稚園國小國中 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十個裡面有三個半的人 會上才藝科 對 所以就很多 然後大家其實會讓小朋友去上才藝班 主要其實家長 第一個是為了升學加分 因為現在就會有一些什麼繁星 或者什麼 就是需要你一些學科之外的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想要探索興趣 第三個的話才是為了 就是提供給小朋友一個快樂的童年 你剛剛講到說有家長是為了要小朋友的升學嘛 對不對 我今天一直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就聊到 他就說他要接他的女兒去練冰刀 WOW 對 然後我就說冰刀你要去哪裡練 他說冰刀只能去小巨蛋練 然後他們家住永和 然後他們一個禮拜可能要練個三五次這樣子 很多欸 很多 我就問他說 欸你為什麼要讓他學冰刀 因為這個其實蠻麻煩的嘛 就是你還要特地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 他其實是很有規劃在做這件事 他說因為在台灣練冰刀的人太少了 所以你的女兒練得再爛 他女兒啦 他女兒練得再爛 都可以當校隊 所以都可以去各縣市比賽 或是都可以出國比賽 所以對他來講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很容易拿到一個 效益很大 對效益很大 很容易拿到什麼第一名啊 第二名 因為比的人很少嘛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女兒可以很容易地擁有這些經驗 就是當校隊的經驗啊 出國的經驗啊 就很豐富 欸這個很 這個很聰明欸 很聰明欸 超聰明的 剛剛我小時候只是在追風廣場 對 溜直排輪 對 我就有問他說 就超弱的 對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不選直排輪 他說因為每個人都會 對 所以如果你要變成直排輪校隊 那就非常難 嗯 大家如果最近剛變成父母的人就可以注意一下了 選一些冷門的才藝 例如說千球啊 標槍這種 超級冷門的 超級冷門 然後我有一個有試過有一個沒有 好 嗯 我先講我沒試過的是畫畫 嗯 因為你知道我完全不會畫畫 我講過很多次 我不會畫畫 但我很想學 因為我覺得畫畫 我就覺得怎麼可能不會 不就看著那個東西把那東西畫出來嗎 對 怎麼可能不會 但我就真的畫不出來 欸你小時候有唱過畫畫課嗎 小時候有 嗯 但是我都是那種照著老師的畫 描線圖 沒有就照著老師貼在那邊的畫 OK 我就很想學畫畫 對 有一次呢我有個非常好的朋友喔 他想要一個gap year 他就從台灣的工作離職以後 他去法國住了兩個月 嗯 好讚喔 超讚超讚 他去巴黎住了兩個月 對 他就報了那個服裝設計的課 讚不讚 超讚的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說 他覺得長大 其實你沒有辦法再學服裝設計了 嗯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你當你已經長成一個二十幾歲的人的時候啊 你很難忍受你畫出來的東西這麼醜 就是醜到完全不合理 嗯 他說那個是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就是你會覺得你這麼大的一個人 怎麼會畫出一個不是人的東西 我跟你說 這位朋友對自己太嚴苛了 有一個日本的插畫家 對 把他畫畫之醜 就是很醜 就是很像小朋友那種 是幼稚園 小班的那種插畫 對 結果在日本就大紅 就還跟那個精品合作 然後就是聯名出了他的包包 怎麼可能啊 真的 真的 就是掰碎掰碎這樣子喔 對對對 可是你知道我有一點點被他這個說法就是說服 因為我要講我另外一個有去試的 就是我也很有興趣的是跳舞 嗯 跳舞是我在大概 不社會囉 就二十二歲 二三二四的時候去上的 嗯哼 我倒不能很丟臉 真的就是丟臉 然後咧 你就自己在上那一課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 旁邊很齒 很齒 然後看得近你就覺得齒 所以我就明白我同學講的 對你長大以後 你沒有辦法再去學一些 你覺得會很齒的一些事 哦 但是你們對自己太那個了 不是因為你就是正在學習中啊 你就是只要過了那個醜了之後 你們就會OK了 應該說那個實際跟想像的落差大到你無法接受 好不然這樣子 你剛剛說你已經體驗過那個舞蹈課了嗎 對 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最早時間 我們就去體驗畫畫課 對 OK 我跟你講體驗的方式就是 等一下我們的鏘電感應我們用畫的 然後呢 因為用畫的就是有畫面嘛 對 那大家就是記得訂我們的那個粉絲團跟IG 你就會看到 究竟 究竟 美根 有多醜 畫什麼東西給Ember猜 究竟能不能媲美那個日本的插畫藝術家呢 是 先公布一下 上次鏘電感應的答案 我們直接講答案嗎 對啊不然呢 你用演的喔 第一個字 大家看不到 好 那上次的答案就是輪胎 欸很多人答對喔 對 但是太easy了 對 這次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次很多人答對 但是很多人輸在手速 對 很多人沒有馬上聽 就沒有辦法當第一名了 對沒錯 我在想第一名的話 我們可以讓他們發表那個冠軍感言 沒有人會想要發表吧 沒有人想 冠軍感言 好 那今天我要來念幾則 就是Apple Podcast的留言 好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念了 好 大家不要緊張 你會留的我們就會念 好 來我從舊的開始念 如果我沒有念到的話 我懷疑你是我們朋友 我就沒念 嗯 好 哈娜裡 她留的 標題是讚讚 內容 輕鬆好笑的內容 一集差不多半小時 長度適中 剛好夠 上半通勤聽完一集 欸可是我們最近有點在變長 半小時 起跳啦 對 讓你又有極致享受 好 再來一則陳柏匡 我都暱稱這個聽友為匡匡 因為匡匡很常留言 對 匡匡是我們的big fan 對 好 標題是最愛的podcast 內容深度又好笑 欸 我其實坦白說 我看到她第一句的時候 我有懷疑她沒聽過 就嚇到想說深度 我們哪有深度 我們只有錢 哈哈 內容深度又好笑 口齒欣欣聲音好聽 每個禮拜都在期待會 又會出現什麼樣新的主題 最喜歡古人和欣欣的主題 最近一次的line line主題 更是再上一層 笑得讓我在床上打滾 好愛好愛 她有聽啦 她有聽 她有聽 好再來這個是 Jill Chong 最喜歡IDC龍虎榜 Amber太好笑笑到不行 髮廊那一集好友共鳴 多年前我曾經被設計師剪成萬磁王 萬磁王形狀的瀏海 萬磁王形狀的瀏海 你記得嗎 還是五官被剪成萬磁王 她不是有戴一個頭盔嗎 M型瀏海 太恐怖了吧 再來一則是 TrueWe 25 標題是 AmberQO 她應該是要打AmberQQ 對AmberQQ Amber砸水球太壞了吧 壞透了 但我覺得這則是這樣子喔 你可以用那個交稱的語氣來念 壞透了 壞透了 可是我現在不砸了呢 今天我還要講一個就是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件非常 ㄎㄧㄤ的事情 就是我在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發了一則 我跟 人之小雞的 聊天內容 對 然後我就反而覺得 因為人之小雞其實 他在節目上的時候 表現得好像人非常的 溫良恭儉讓 對 但其實 其實他每天都帶槍出門 嗯 所以我就把我們的聊天內容 就是公佈在那個 那個Facebook上 結果我就忘記 我就想說這則很好笑 趕快跟大家分享 我就忘記把我自己的名字 碼掉 我就沒有碼掉 被肉搜 沒有被肉搜 我其實發出去以後 我大概隔十分鐘 我就看到了 我就內心就在糾結說 欸 我沒有碼掉我自己的名字欸 我要不要碼 嗯 然後我又覺得很懶 因為我人在外面 就想說 算了 我就糾結了一下 結果沒想到就有一位聽友 對 他就非常緊張 這也是我們的老聽友 嗯 他就留言給我 他就先私訊我們粉絲團 他就說 欸欸欸 你那個個資透露了啦 對 然後我就說 欸對啊我知道 但是我在糾結要不要刪掉 嗯 然後這聽友就跟我說 他剛剛也在糾結 他在糾結 他到底要不要去敲我的私人臉書 因為他已經找到 他已經找到我的私人臉書了 然後 然後我聽友還是先 沒放過先肉搜 對 他還是先肉搜 還是先肉搜 再來掙扎 再來掙扎 那 好奇心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真假 你有丟我的訊息喔 我就去看我私人臉書 然後我就跟他小聊了一下 然後他就說 他一開始糾結是因為 他在想說 他丟我私人臉書 會不會太變態 對 喔 對 不會啦 他很可愛 然後他還幫我做了一張梗圖 我再PO給大家看 對 這個禮拜 因為我們錄的時間太長了 那其實 我去台東摔成腦震盪的故事 我們也會直接放在粉絲團 跟Instagram 就是看你常用什麼就用什麼 對 只要搜尋姊妹 就找到我們了 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請 苦心評論訂閱留言 我是美根 我是Amber 下週見 掰掰 下週見